好 玩具店回來了 今晚特別多變形金剛 又來了 今次是變得完的變形金剛 就是這個Haswell出的 就是來自Haswell Studio系列 這個是電影版WOMOB入面的一些角色 是一些設定的角色 這個閃電光好像沒有怎樣出場 但有這個設定 之後就做了變形版門的閃電光 還有震盪波 先看看這個 Sockwave就是一個宇宙型的坦達車 今次的變形很爽快也很簡單 有透明件 它的結構都頗穩固 這個機箱的外觀其實是頗帥 它是V-Class的尺寸 所以可以和音波一起 大大隻地一起玩 還有軟膠的喉管 連著一支大炮 車型的閃電光就是一個未來的炮車 這個很簡單 只有19個步驟的變形 這個玩起來也有樂趣 而它的炮除了放在旁邊之外 可以放在上高也還可以 因為兩個不同的玩法 也是很有型的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對 對 很有趣 這個未來車 它的車輪是一條小線在底 但也可以推 這個有19個步驟 好 那我就先變一變速度 來看 這個也很容易變 其實它趴下了就是腳和手 胸口就在前面 然後它的炮在這裡 頭在這裡 它的變形其實是很直角和很簡單 基本上很快就可以變圓 這個反出來就是上半身的部分 很簡單 對 然後就把這裡鬆開 就可以把胸口放上去 這樣就已經是上半身了 下面就是常見的坦克腳 有這個關節 然後就把腳反過來 車輪調一調轉 兩個車輪調一調轉 然後 手都差不多了 把背包翻出來 這樣就變圓 如果以SS系列來計算 這個好像真的很容易變 很爽快 但它的外觀是很完整 即機器人來說是很完整 這樣就變了 你看 我先不插枝這個一次 你看看整個是很帥的 很帥的 不過Studio Series 其實它也是 好像著重那套戲裡面 那些造型 那些車 那些機器人都很還原 那它就是有些透明件 眼部有些透明件 那些光照下去就好像有發光 那些燈口 有透明件 外觀上就非常之不錯 可以安裝那支炮 收回拳頭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炮 這個炮是可以縮一格的 插回這個筍位 這樣就可以安裝到這支炮 這條喉管很有型 這條喉管很有型 這個是它的標字 這是它的標字 就是 它插在背部 那樣就形成了它的 粒子炮 其實這條也挺可以霸氣 是很型 這個 好像是不是在Bumblebee裡面 其實它也是一個 好像BOSS級的人物 這個其實沒怎麼出場 沒怎麼出場 因為它經常在沙伯床裡面 只能打幾幕 即是在沙伯床才出現 對 地上沒有出現 因為我看到很多玩具廠商 都有出這款玩具 因為之前的電影版 都有一款Shot Wave 那款就更厲害 我看到這款玩具經常出現 這個角色 手的關節 手摺90 現在手全部都有水平轉 頭部可動 腰又可動 提膝 摺腳 90左右 腳的屈 還有摺地 基本上都很足夠玩 以這個變形感光來說 這些關節 好 簡單便宜 就輪到閃電光 很重要 它的變形都非常簡單 你看到殼面 就看到手腳這個部分 首先這個 揭開的是它的肩膀 整個顏色 整個組的這裏 打開後 反過來到後面 接著有個頭部 對 它的頭部 然後呢 又把它反過來 玻璃窗這個部分 很特別 這次是摺完之後 收到這組的東西 到胸口裡面 哇 這次很厲害 因為通常玻璃窗都是收到背部 對 這次就是收到胸口 剩下腳的部分 反過來 然後扭向前 這個就有個筍位 可以卡回去 變形都非常直覺和簡単 只有十九個步驟 對 這個方法 為何這次這兩隻 我覺得比起之前的Studio系列 感覺上好像很容易變 但其實 Bumblebee電影版系列 那些 鐵皮 或者是 鴨屎 那些全部 其實 你放在一起 整件事是很漂亮的 它們的 尺寸 尺寸和設計的比例 是很棒的 這個就可以變成雙槍 是阿迪才行 我真的不行 那就保留他 這個 這個不看說明書可以變形 變形金剛是讚還是彈 讚的 讚的 我覺得 我真的未試過 因為有些人會說 這麼容易變 就像設計師沒有做事 有些人會這樣說 直覺變形又玩得舒服 其實是開心的 你才會反覆變形 有時候接得太多 感覺好像很難 很濕 濕濕 就變了 是 Bumblebee 電影版系列 整個 整個 Sashim Miss Ring 音波 Operman 整個系列都很漂亮 因為設計真的很漂亮 還有背景版 還有背景版 好像這個系列全部都有背景版 只是Studio Series 有 在家裏設計時 如果有位置 即是有些人 還有位置可以展示 連背景 阿迪你講出重點 還有位置 我已經沒有位置 所以只能夠 大家在櫃裏面佛企 喜歡的就可以去買這個產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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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